歡迎收看電玩宅蘇貝 我是主持人咖啡 如果給你一個關鍵字 來說出類 大家應該都會想到索尼克對不對 官方去年宣布 即將推出一款開放世界的新作 日且終於公開了遊戲最新此之影片 看到索尼克在大潮人衝鋒線的畫面 我也好想跟著一起 好一拍唷 遊戲產業最殖民的動物 除了俗稱電器鼠的黃色皮卡丘之外 應該就屬索尼克這隻藍色智慧了吧 去年SenaGas公開了新作 索尼克未知邊境的宣傳影片 索尼克未知邊境 除了是款動作冒險遊戲之外 還加入了開放世界探索要素 消息一部分就受到了不少玩家關注呢 日前官方公開了最新前導時機影片 雖然只有短短三十多秒 玩家可以看到索尼克在廣闊的草原上奔跑 場景和貼圖還有掃描地表的系統 則有點像是夢幻之星 安賴2 新世紀 影片之後則有索尼克與機器人戰鬥的畫面 也是相當精彩刺激呢 雖然遊戲預計推出多平台版本 但仍舊未公開上市日期 想要跟索尼克一起探索開放世界 可能還要再等一段時間了呢 聊天 戴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